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韩国的美军基地直接飞来桃园机场 所以当时有做相关的报道 那这是美国以国防授权法来军援国军8万套美国现役的战斗个装 同时也包含了1000艇M24栋B的排用机枪 M24栋就是7.62公里的排用机枪 这个是美军现役的装备 M24栋通用机枪这个是原来由比利时的FN厂他所研发的 那在国军呢其实也有仿造 就是205厂他们有做出T-4的排用机枪 那采用的是7.62x51公里的北约口径的子弹 排用机枪就是一个排大概会配付两艇的排用机枪 来当作火力支援 主要就在这个战斗个装 这8万套战斗个装 当时就是先囤储起来 那在这几天就专门有媒体在报道说 这8万套的战斗个装 包含头盔啊 防弹背心 抗弹板 还有这全套的军服 这些它是属于二手的装备 就是美军他们汰换下来的勘用品 要强调一下就是使用过的这些军品 不过是勘用的 那当然就有比较深入的报道啦 不过都是在联合报这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Level 4的防护抗弹板 当然报道里面说 它这种抗弹板 它的防护力当然是比我们现在的抗弹板还要高 不过它的重量也比较重 在相关的外观上面 它是属于OCP的多地迷彩 这种迷彩目前其实是美军上一代的产品 就是现在照片中看得到的 其实这个有点小复杂 所以我们都要拆开来讲 那我先把所有的新闻先整个浏览一次 就是像OCP这种通用迷彩 它是美军在2019年之前 他们的迷彩服 跟国军当然在外表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 他的花纹跟他的色系 不过当初美国这个系列的迷彩 它是全球通用 所以并没有针对哪一个地区来使用 不过以陆军他们传统的思想就是 所有的服装外表一定要一致 不容许有这种落差 特立独行的状况 所以陆军最后决定这八万套战斗各装 都先入库占不发放 那我先说我的结论就是 迷彩服就是一种操作服 就是要来用的 那这些都是堪用品 所以包括他的抗弹板头盔这些 其实都是堪用品 其实干脆就是发下去用 比方说八万套其实就足够 以一人两套来讲 就有四万位官兵可以使用 那比方说 这个让所有的兵科学校 或者是这种第一线的部队 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来操作 因为可以让我们的官兵就知道 美国他们现役的装备的水准 那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 他们对于这些战斗各装的设计 到底跟国军的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也是提升整个观念的一个做法 所以陆军他执着在整个外观 颜色上面不一致 其实是 那么传统的观念就是这样 经常长官就会讲说 部队就是乘于一啊 败于二三 所以只要连服装上面都没有办法统一 就象征这整个部队没有一致 是一个素质不好的部队 很多长官的观念都是这样 所以UCP通用型的迷彩 其实也没有这么落伍 其实跟国军的迷彩服比起来 他们的用料各方面 其实只会比国军的好 纵使他是堪用品 而且美军他们也经过了很严谨的测试 那美军现在用的是OCP 这一种新的迷彩服 当然比较着重在丛林部分的表现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红外线的观测设备之下 它的抑制红外线讯号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没有开启红外线设备的情况 那这是开启 所以其实迷彩服的用意并不是单纯为了要模糊视觉 另外还有就是对于红外线观测设备上面 红外线的讯号抑制的效果 另外我们来说明一下在战斗各装有关 模组化战术背心MTV的部分 其实美军他们的整个防护装备是非常齐全的 所以像抗弹板有正面跟背面 就是胸部跟后背这两个 而且它都是双曲面的设计 可以更贴合我们的身体 另外在背心的部分 它的内衬都有防汗的设计 两侧的背板就是在正面跟背面的这两边 它可以再插入侧板来保护我们身体的侧面 当然美军这一次提供的版本是他们军规的 ESAPI的这个等级 当然很多的新闻他们就写说 是Level 4 Level 4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称呼而已 目前国军所发出来的是NIJ3 等级更低的是NIJ3A的等级 那很多新闻都写NIJ4 其实只是类似于ESAPI的等级而已 所以不能直接称它为是四级的版 只能说ESAPI它跟NIJ4它的许多的规格是接近的 不过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国军的抗弹板 目前我们看到都是只有单独一片 正面的这一块 其实这样子的防护力是连NIJ3都没有达到 依照官方的说法 国军的抗弹板必须还要搭配另外三级的软板 要软板加上硬板 这样子才能达到它当初设计的防护力 所以相较之下 其实美军它的战斗个装 它整个防护力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像这是正面前胸的抗弹板 然后这是后背再加上两片侧板 而整个防弹背心 它本身也有一个基本的防护力 另外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 国军现在的抗弹板 它是NIJ3三级板 可是去年经过大家这么长时间的关注 其实国军也开始要研发四级的抗弹板 而且国军去年所公告的四级抗弹板前片等两项 它是因应海军陆战队的训练需求 所以其实在地面部队里面 国人也都认为海军陆战队 它本身的作战能力是高于陆军的一般部队 所以连在它的防护装备上面的要求 也当然比陆军还要高 当然你的急速越高 它的重量当然会越重 所以这也是很合理的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补充 就是国军现在的战斗各装 是小英总统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 所以假如没有小英总统的话 国军可能连现在这个三级的抗弹板都没有 所以我们当然期待 国军能够尽早 大量的配发四级的抗弹板 那我们就可以先从美军的军援的战斗各装开始 其实不要再放仓库里面了 大量的配发给基层的单位来使用 才是真正善用每一项资源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不管美军提供的是堪用品 还是全新的装备 国军都应该马上将这八万套波附基层单位来使用 这样子才会达到当初美国军援的目的 而且抗弹板其实它是有时效性的 因为它本身它基本是PE板 再加上陶瓷材料的涂层 所以这一类的保存期限是有限制的 那国军过往有很多装备都是堆在仓库里面都一直没有使用 这样也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不管今天美军军援过来的是什么等级的装备 其实最大的目的都希望国军可以马上使用到它 那你囤出在仓库里面其实就比较可惜 毕竟现在整个部队他们演训的频率 还有整个操练的频率都比以前的强度都增加了很多 所以希望这些装备都能尽早被各级部队所使用 这样才会达到当初美国军援台湾的目的 好了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聊到这边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